喜丽丽,我是专马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打马神剧 19年因为每针都是马赛克而出圈 着实火了一把 然而不出意料的 第二季糊了 屏风维持了第一季8.6的水准 却没激起一点水滑 其实这都是我懒的借口 拖拖拖拖了小半年 这次我们就分上下两季 把黑袍纠察对第二季的坑给填上 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一季的结尾 星光就出了修一和小分队成员 即便会被火车头继续追杀 修一也决定就心脏病发作的火车头 马林被祖国人所杀 屠夫的女友贝卡并没有死 他和祖国人有了儿子 而这一切被屠夫看到了 屠夫申请了一记 没想到竟是绿毛警告 本期开始 美国国防部会议厅内 霍特公司大boss爱德加 正亲自跟国防部交定合同 他明确表明立场 有一半的超音不知道自己体内注射了合计物 而所有的超级英雄都听名于他的指挥 与此同时 叙利亚 新诞生的恐怖分子超音 还在绞尽脑汁想自己的出场口号 转身就被七人组的忍者悬色猎杀 但悬色放过了同在屋内的小男孩 替人头从小男孩面前离开了 估计小男孩会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吧 美国这边 霍特公司总算给一开始就领了盒饭的透明人举办了葬礼 祖国人深情并茂地在葬礼 说透明人被恐怖分子联盟超级恶魔所杀 然后万幸的是 玄色又杀死了超音恐怖分子 情道农师 祖国人眼汗热泪地派着透明棺材 星光依旧穿着他的小裤衩 也应景地显歌一曲 深海正一个人在酒吧喝着梦酒 他也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葬礼 并且还看到节目上有关自己的照片都被无情地截掉 哼 事可杀不可辱 深海愤怒地口吐风芳 却被老板无情赶走了 深海在七人组里猜像是一个透明人 根本不受重视 郁闷的深海来到水上乐园发牢骚 吓得小朋友们纷纷离开 你讲可是扰乱公共秩序啊 下一秒 深海就已经在监狱里了 不过深海刚进监狱没多久 就被一位前沃特超音弓箭手老鹰保释了 老鹰意味深长递给了深海一瓶橘子汽水 朋友 你听过安利吗 过了好久 深海从沙发上醒来 咦 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 旁边的老鹰一直在线 他带来了他的朋友卡罗尔 卡罗尔又递来一罐安利 哦不 橘子汽水 他说话温柔而缓慢 我将成为你的导师 你的酗酒问题 自尊心问题 统统可以和我说哦 深海摇摇头起身就要走 我没有问题 我不需要帮助 我可以帮你重回亲人组哦 听到这句话 深海停住了脚步 欢迎加入集中教会 自从上一季搞出那么多事情以后 屠夫被嫁祸成杀死马林的凶手 纠察队圈员上了通缉名单 如今 成员们就住在一个漫画店地下室里 有条不纹搞着各自的地下黑市 修一借口买东西出门 坐上了地铁 就这么巧的 边上坐的是一神素颜运动装的星光 两人当然是暗绰绰约在了地铁碰面啦 现在两人一个被通缉 一个正当红 可不能正大光明见面 修一希望星光帮她找一个叫壁虎的超音 星光一看 这人我认识啊 之前跟我一个教会的 修一要找这个壁虎 是为了搞到合计舞 小峰队因为被通缉 加上屠夫相失 军心根本不齐 修一为了证明他们没有屠夫也能行 提出了搞到合计舞 然后同给纽约时报这个方案 这样说不定就能扳倒沃特了 呼呼 事情真的如此顺利进行吗 反正大家是不太相信小修一的 这时的星光打了个低 找到了壁虎的住处 壁虎人如其名 身体有超强再生能力 这小子还挺有商业头脑 他以此为卖点 想解压吗 来砍我呀 四百块可以切一只胳膊 再加一千块 大宝贝也送给你 壁虎曾经做过青少年偶像 这画面太美实在有损形象 星光就悄悯悯的录下了这一切 顺理成章拿来胁迫壁虎了 壁虎现在在沃特大厦 67层的实验室工作 可以光明正大的接触合计舞 为了维护形象 壁虎无奈答应了星光 偷合计舞的事情 话说奶妈平时会在地下室 做做黑护工抢救帮派成员 这天地下室来了个重商商员 他们寻根追缘来到了这位朋友出世的大货车旁 通过排查现场的监控 机人发现 有人花钱偷渡来了一个超人类恐怖分子 这个超人类似乎会念力 凭空嫌犯一辆大货车 然后跑路了 偷渡超人类恐怖分子可是大事啊 到底是谁想这么做呢 就在这时 我们的团宠金梅子拿着一张折纸 和写着boy的纸条递给了小瓶头 折纸其实是金梅子在现场捡到的 小瓶头不能get金梅子到底想表达什么 不会说话在金梅子只能跺脚赶着急 几人讨论着要不要报警 可他们自己就是通缉犯啊 屠夫不在 三个人一人一个主意 谁都说服不了谁 最终小修一拿出一套我是哈利波特 最不起眼但最终一定超级厉害的那个 口吞成功自己的方案 找CIA女探员 毕竟之前屠夫也是跟她合作的 说不定这能帮忙解决问题呢 说干就干 小分队出发 路上奶妈再三劝告修一 别再跟星光联系 沃特这种大公司肯定会监听星光的 被发现不仅他们倒霉 星光恐怕也会死定 三人顺利见到了女探长 得知自己家人的安好 奶妈也稍微安心了 说完头部恐怖超人的事情以后 女探长忽然灵光一现 这个情报就像是拼图最后的一块 她搞明白了事情的全貌 女探长的意思是 沃特公司正在内讧 而她刚想解释为什么在内讧时 喷的一声 女探长的头自爆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她触发了什么自爆机制 还是附近有人在发工呢 不明真相的几人立刻落荒而逃 毫无疑问的是 女探长早就被盯上了 沃特大厦里 祖国人来到了马林之前的办公室 看着一地的狼藉陷入沉思 她怀念之前与马林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这个还杀了她 真是嫉妒扭曲 祖国人从冰箱里 拿出了马林最后一瓶母乳 用激光加热后 大口地喝了起来 哎 马林的前助理 Ashley推门而入 她感谢祖国人再次雇佣她 如今小助理上尉 担任起了马林的职务 但Ashley当然只是个傀儡 祖国人非常认真地警告Ashley 以后关于七人组的一切 都要事无巨细地跟自己汇报 包括选择替代深海的新成员也是 都得由老子来决定哦 超音们的日常 还是以拍超音电影为主 这天在片场 祖国人迎来了第一次打脸 一个名叫风暴的超音 在片场一边直播 一边自我介绍着 自己是新的七人组成员 喂 我不是说都要由老子来决定的吗 镜头前的祖国人自然不好意思发飙 Ashley很失去的赶紧自保 不是我不是我 风暴是艾德加清定的新成员哦 一离开片场 祖国人就来找艾德加 只问他为什么自作主张决定新成员 我可是七人组的组长哎 你的合约快到期了 我如果不跟你们续约 你知道对公司股价影响会有多大的吧 你确定不多抱抱我大腿 艾德加眼睛都没有多眨一下 不紧不慢地讲起了沃特公司创始人的故事 咱公司创始人沃特曾研究人体实验 测试合纪五的迭代 受到了希特勒的重用 第一位堪比艾迪圣和迪士尼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意思是咱公司表面上是潮营经纪公司 实际上发家致富全靠制药 你 祖国人不是咱公司最摇钱的资产 合纪五的秘方才是 是哦 有了合纪五 合臭一个祖国人 祖国人再强 也只是沃特的打工人 艾德加补充道 为了进入国防部 祖国人泄露给恐怖分子 合纪五秘方 差点毁掉公司 没跟你算账就不错了 就这还想跟我谈全力 祖国人吃了个懵枪 羞的一声飞走了 就插队那边 修一接到了星光 搞定了合纪五的事情 修一几人刚经理女探长自爆事件 小心脏还没缓过声 正吓得要死呢 也没心情寒暄 刚挂电话 有人就闯入了地下室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屠夫 让我们将时间稍稍倒流 上季结尾 屠夫的确见到了贝卡和男孩 但他很快又昏睡了过去 再一次醒来时 屠夫已经被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跑进了附近的餐厅 凭着仅存的记忆 记下了贝卡家的未知地点 写着写着 餐厅电视的新闻报道 吸引了屠夫和店员的主意 新闻报道了杀死马林的通缉犯 而屠夫的照片赫然在目 这个洛塞湖大叔不就是自己吗 他与服务员命迷相去 快跑 屠夫就是这样回答小分队的 面对质疑 他解释 其实在炸马林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屠夫这样来去无踪的样子 让小修一挺不爽的 他想怂恿队员们跟屠夫对着干 难合 你爸爸还是你爸爸 大家指服屠夫 屠夫当然没闲着 马上去找马洛里 而他刚参加完残造暴头的CIA女探长的葬礼 屠夫告诉他 女探长因为知道了被偷运的超音恐怖分子 很有可能因此被沃特所杀 若能找到超音恐怖分子 那么就很有可能找到杀死女探长的人 屠夫的言下之意 是希望马洛里支援他们去找超音恐怖分子 他的目的很简单 让马洛里帮自己找贝卡 然而马洛里了解屠夫性格 他不想再跟屠夫有牵连 那么屠夫究竟有没有说服马洛里呢 给大家先卖个关子 后面我们接着看 坏说 我有区区的祖国人来看贝卡和儿子 祖国人正在跟儿子打棒球 他企图激发儿子的超能力 但贝卡希望儿子有一个普通的童年 两人教育意见不合 他们的儿子压根不知道自己有超能力 有没有超能力 童年都少不了钢琴课 贝卡开车送儿子去上钢琴课后 企图开车离开他主的地方 却被高墙困住 原来贝卡母子俩一直呆在一个类似楚门的世界里 当初这样做是为了夺祖国人的 结果现在倒好 祖国人想来就来了 贝卡打电话质问老博士言而无信 老博士劝贝卡 祖国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可不敢跟他对着来 你只能等祖国人觉得无聊了以后自己回去 让我们来看看小憨憨深海 卡洛给他做了一个测试 深海一直不能正视自己身上的鱼塞 下意识里总是排斥忽略他 如此不可教 卡洛都快安立不下去了 神助攻老鹰忽然端来一杯迷幻蘑蘑菇水 声称这能帮助深海更好地进行自我认识 生气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在蘑菇水的迷幻下 深海发现身上的塞竟然会说话了 你能想象身上的某个器官会说话了 而且还爆料你糗事的感觉吗 这一对塞虽然看着奇怪 但是有了他 深海才能畅游海底呢 深海慢慢接受了自己有塞的事实 终于赶从镜子里 指示自己的塞 塞很高兴 为了安抚深海 还给他唱起了歌 艾特那边算上新加入的风暴 七人组里有了三位女性成员 就暂且叫他们女子三人组吧 在Ashley的安排下 他们赶了一场又一场通告 中场休息时 梅芙接到女友的电话 她匆忙地离开了 并不顾旁边激动的Ashley 毕竟对Ashley来说 女权当道 三人组是史无前例的交点话题 你这中途退场 让我怎么收贪子 没办法 下一个访谈节目还是要继续 访谈依旧离不开Girls Power 记者问风暴 女性是否更胜任英雄的角色 风暴直接用下半身器官来指导男性女性 说话那叫一个大尺度 经纪人Ashley怕不是又折瘦了 此时又有记者问星光 火车头最近怎么没有消息啦 火车头啊 她最近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 我很担心她 每晚都为她祈祷呢 啊星光 要是我告诉你 她就在你身后呢 突然见到火车头的星光有点错愕 这哥上一集还躺在病床上 现在已经火奔乱跳了 她担心火车头爆出她叛变的消息 放谈结束后 星光主动找到火车头大话 果然有把柄在别人手上 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呢 火车头首先感谢了星光 没事就去看她 当然 她也并没有忘记 星光帮修一逃跑的事情 听到这里 星光收回了 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中场休息途中 壁虎找了过来 她搞到了合计武 然而星光身上的布料 只够遮住关键部位啊 哪里有地方藏合计武 星光打起了自己靴子的主意 结果这一幕刚好被火车头看到了 看风光一脸慌张的样子 有猫腻啊 但火车头又啥也没摸到 原来星光悄咪咪把合计武 塞进了风暴的背包 后来星光又找了个油头 拖住了风暴 趁她不注意顺手一拿 合计武就到手了 星光发短信告诉修一 拿到了合计武 结果没想到 火车头早早躲在星光空袭时 秒抢走了星光的合计武 眼看事情要白露 星光干脆直接挑明 指导火车头杀死女友魔爪的事情 并威胁火车头 你敢透露我的秘密 我就抱你的料 耐胸其爱的星光真的超A 火车头被人揪住了小辫子 只得乖乖闭嘴 这段时间 梅芙来探望了蓝尾炎的女友 只因为女友之前 连天的紧急联系人是梅芙 梅芙在这期间 告诉了女友 为啥自己故意装的 跟她若即若离 罪魁祸首 还是任性的祖国人 祖国人控制欲很强大 曾经就有一个人 因为故意调换位置 想跟梅芙做得近一点 就被祖国人报复 伸手一出 他这样做 就是不想女友也受到伤害 纽插队那边 回到地下室的屠夫 俨然一副功臣的样子 兄弟们 我告诉你们 我说服了马洛里 只要我们给他抓到 那个超音恐怖分子 他就让中情局 洗干净我们的暗地 现在他们是同在一条船上的蚂蚱 这个对等条件太有人 大家决定去做这个交易 根据马洛里的情报 花钱偷运恐怖分子的账户 跟一家派对用品店有关 屠夫认为 在那里可以找到恐怖分子 小峰队做好逮捕恐怖分子的准备 来到这家店 店里只有一个老头在 季梅子一进去 就掰断了他的头 而此人 真是绑架季梅子的那个人 此时店外又有一个青年闯入 这分明就是那一夜的恐怖超音 然而季梅子看到他 竟然扭头抱上了他 原来 这人是季梅子的弟弟 后知后觉明白过来的修伊 感到大事不妙 赶忙跑去退开 已经准备设计的屠夫 擦片的子弹 惊动了季梅子和弟弟 他用超能力 把整个店翻了个底朝天 把众人压在了里面 趁机和季梅子逃跑了 从货架里被扒拉出来的 屠夫怒不可遏 但大家理解修伊的做法 毕竟 季梅子已经是自己人了 嗨 想想也是 如果屠夫抓走弟弟 季梅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啊 没办法 屠夫摊牌了 他告诉大家贝卡还活着 如果能找到恐怖分子 马洛里就会帮他找到贝卡 季梅子和弟弟见面 胡诉忠常 季梅子本想和弟弟一起回家的 然后弟弟告诉季梅子 村子都被超音毁了 他这次是来想超音报仇的 季梅子不想弟弟去单挑超音 试图阻止弟弟 不料被弟弟用力甩到了大楼里 季梅子并不放弃 再次袭击弟弟把他勒晕 原来超能力姐弟打架 是这样的画面 这时小分队及时赶来 把姐弟带上了车 屠夫对着修伊就是一拳 两人虽然有些水火不容 但修伊最终还是选择上车回归团队 修伊可能没有屠夫那样的 魄力领导团队 但他关键时刻 是全队的理智担当 能一次次挽回局面 修伊小宝贝的存在 其实一定意义上 对屠夫爸爸也是制衡呢 马洛里让屠夫把恐怖分子 带去中情局总部 水路遍离 屠夫搞到了一条船 在船上 修伊一直闷闷不乐 屠夫主动道歉 却不料被修伊反揍了一圈 修伊可能想 你道个歉 上级我就白挨打了吗 这只是马洛里打电话 来问屠夫是否知道 自由女这个超音 他已经得知抓到的人 是季梅子的弟弟 担心这会让季梅子叛变 屠夫却说 不用担心 如果叛变 他就杀了季梅子 季梅子听到谈话 也狠狠地瞪了屠夫一眼 季梅子到船舱看弟弟 弟弟求姐姐放他走 说自己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心里个鬼啊 上次直接把姐姐摔到楼里去 放了他那还得了 季梅子离开后 小瓶头带来汽水和泡面 想跟弟弟套近乎 从他这儿学学姐弟间的独创手语 弟弟守备西纸绑 哪有这心思教他 小瓶头只能离开 弟弟灵机一动 用捅破西纸露出的一根手指头 操控汽水瓶 刺开了西纸绑 此时沃特公司里 编剧灰色灰色的给超音们 讲着宣传片剧本 火车头刚刚来的路上 心脏又开始剧痛 他坐在椅子上 脸貌虚汗 而风暴看完剧本 质疑里面充满了对女性的恶意 爱事利说 可祖国人非常满意这个剧本 言外之谊就是 老大已经订稿了 有问题也不准再聊了 风暴却说 是吗 你把祖国人找来我问问他 这时爱事利接到新消息 赶紧找了个借口跑开了 祖国人此时正享受着天伦之乐 早餐吃到一半 祖国人把儿子带去楼顶 让他跳下去 儿子悠悠悠 祖国人直接上手 一把退了下去 儿子当场昏迷 醒来后看到祖国人还在骂母亲 一下怒从胆边声 猛地推开了祖国人 爱丽是面色慌张地找到了爱的家 新闻报道了超音并非天生 而是通过注射合计物拥有超能力 看到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星光暗自窃息 他和修一的计划即将实现 火车头又来找星光的茶 不过星光也不怕 反正你让我拿走合计物给媒体 你也逃不了干系 火车头一拍大腿 干嘛要和钱过不去 你很有可能失去现在这一切 而第一集里爱德加说过 有一半的超音是不知道合计物的 所以当超音们知道这个消息时 深海明白了自己的超能力并不是天生 而镜头一转 悬色尽在角落蹲底哭 梅芙一边看着新闻 一边跟女友打着电话 女友认为这是一个梅芙全身而退的好机会 话还没说完 祖国人就从贝卡家回来了 他脱掉手套握起梅芙的手 叫了声梅芙女友的名字 妈爷 祖国人控制欲那么强 女友岂不很危险 在船上看到新闻的小分队异常惊喜 然而事情真的就如此简单的成功了吗 屠夫嘴硬 他提醒修一 嘿 bro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船舱里 还有一个超音恐怖分子 一旦他露出破绽 那可是颗定时炸弹哟 刚说完小分队就遇到了纽约警局的直升机 原来这艘船是偷来的 警察要来抓他们了 小平头一脸疑惑问屠夫 大哥你不是说你搞的朋友的船吗 嘿 陌生人不就是还没认识的朋友吗 海上无处可逃 头顶上嗡嗡嗡飞着的直升机真是难缠 把此时弟弟冲了出来 直接用超能力把直升机扔到了大海里 屠夫让大家赶紧离开 圣母修一冲着已经击毁人亡的直升机方向 扔了个救生圈 马洛里一直强调让屠夫低调点 不要引人注意 结果屠夫这边 转身就把警局直升机拖下水并上了新闻 计划有变 他让屠夫马上把人带到中庆局安全屋 修一深感事情不妙 打电话给星光 留了一长串人生感言 不想星光被牵连 新闻引起一系列蝴蝶效应 沃特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 交易被迫终止 还面临着刑事责任 大家都在忙着危机公关 而艾德加看着弟弟的照片 想到了对策 大老板就是大老板 他来到99层跟潮英们聊起了团结论 他想让潮英们去抓弟弟 这可以引导舆论走向 挽救沃特公司 让大家并不想在风口浪尖上去冒险 这是祖国人开始发表他的动员论 直指沃特公司对待潮英无情无疑 我们不是同伙伴 我们是同伙伴 你看伙伴 他们都来跟精力 精力是永远的 但为了潮英永远不倒 为了以后的饭碗 祖国人动员大家一起去找弟弟 干犯人深海 在房间焦急地催着外卖 卡洛尔进来告诉他 是时候回归七人组了 就差向分队看着船急速前进 忽然船被猛烈撞击 一大波鲨鱼已经来临 船舱开始进水 小分队弃船而逃 屠夫驾驶着快艇 带着小分队和弟弟 打算就近上岸 而此时 深海骑士鲸鱼出现 想堵住小分队上岸 然后屠夫驾足马力 直接撞破了鲸鱼 你挡我 没办法 我只能硬撞了 本机海洋主场 象征深海超能力细分 总算可以安排了 没想到摔不过几秒 又成了同类杀手 小分队从鲸鱼肚子里破膛而出 走进了附近的防洪排水道 刚从鲸鱼肚子里出来的修衣 小心脏承受不了如此猛的冲击 屠夫却不管不顾继续前进 奶妈劝屠夫 你不能不管他 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他 而此时的深海 正苦闷地抱着死去的鲸鱼 超音们也赶来了 祖国人向深海确认小分队的动向 并承诺深海可以回到其人族 只不过不是现在 说完一行人就进入了防洪道 而此时星光追上了缓慢前进的修衣 修衣却被星光用超能力打倒 原来祖国人发现了他们 让星光杀了修衣 星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既不能被祖国人发现是内奸 又不想杀了修衣 但没办法 星光只能动手 就在关键时刻 屠夫把自己抛了出来 吸引了祖国人和星光的主意 救了修衣一命 祖国人说 嘿 bro 你知道我今天跟你老婆吃了一顿 焚身的早餐吗 很美味哟 说着 屠夫就把弟弟拽了出来 弟弟用超能力掀起巨石 祖国人被埋了进去 之后弟弟马上逃跑 姬梅子紧跟着追了出去 两人还没出来多久 就遇到了风暴 两人被风暴用超能力 摔进了旁边 正在其乐融融看电视的黑人一家 风暴想都没想 直接杀死了黑人爸爸 马上冲出去找姐弟二人 风暴抓住了姬梅子 弟弟为了救姐姐 被风暴费了双手 他用不了超能力后 就被风暴残忍杀害 姬梅子趁机仓皇而逃 风暴大反转 他竟然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 沃特公司此时 就今天黑人家庭被袭击事件 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宣称 根本不知道什么合计物 把合计物的事情 摔锅给了死去的马林 并把今天的事情 假货到操音恐怖分子身上 以此来凸显世界 更加需要操音来维护和平 爱德加顺便用此次事件 强推风暴 因为风暴的到来 能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风暴这次抢了祖国人的风头 祖国人地位遭到挑战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同时正在看电视报道的 姬梅子脸上写满了仇恨 再来看浑身充满喜感的深海 这次教会为他相亲 深海看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姐姐 眼神都呆直了 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其中最漂亮的 而卡罗尔明确表示 你结婚是为了重塑形象 让你重回气人队 所以你的老婆只能是卡珊德拉 刚刚那个发型奇特的女孩 季梅子看着电视 正报道着上次黑人家庭 与害案件 不禁流下眼泪 这小平头过来 本想劝季梅子走出悲伤 可能他觉得这是 给予妹子温暖关怀的最佳时机 他主动去亲季梅子 烦躁季梅子所候 季梅子弟弟刚死 哪有心情跟你谈情说爱哦 而风暴开始在街头 就恐怖分子事件动员民众 季梅子一脸怒气 气势熊熊地想冲上去杀了风暴 此时小平头出现 及时拉住了他 季梅子恶狠狠地瞪了小平头一眼 离开了 让我们来看看祖国人的日常 看着新闻对风暴猛夸 祖国人抖着腿表情抽搐 气得牙根痒痒 转身来到了一个小木屋 来这里干什么呢 刚一进来 死去的马林端着牛奶 出现在了祖国人面前 等等 马林不是死了吗 而祖国人躺在马林的大腿上 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诉说 希望得到些许危机 说着说着 马林突然变成了变形人 看来变形人是充当了马林的周边啊 可变形人不能很久地保持一个形态 祖国人应声谈起 一脸恶心地转过头 让变形人赶紧变回去 回来上班的祖国人和星光在电梯里相遇 星光转动着不安的大眼睛 祖国人摘下手套 一把掐住星光的脖子 质问他为什么当时不杀掉秀怡 星光狠狠地说 秀怡伤她伤得那么深 想杀还来不及 所以他们肯定不是一伙的 祖国人暂时放下了怀疑 火车头在公司里看到了冲击波 这个冲击波是公司准备推出的火车头换代产品 想到自己可能被替代 火车头来找Ashley 而此时祖国人正好也进来 宣布火车头已经被排出七人组了 理由嘛 很简单 就是因为火车头跑不动了 已经不是最亏爱的那个了 紧接着祖国人又跟梅芙去做客访谈节目 他口无遮拦 直接爆出梅芙是同性恋 爆料失效 但这意味着祖国人知道了梅芙和女友的事情 梅芙承认了女友的事情 祖国人没说别的 祝他俩好运 祖国人看着自己的表情包被网友恶搞 再加上群众们更加热可风暴 他认为自己在七人组里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于是气冲冲的来找风暴 显然风暴把他避急了 本以为他俩会干一架 没想到风暴告诉他 他这样做只是来帮助祖国人 尽力把他和观众联系起来 听完这话 祖国人卷不生气了 祖国人一天折腾了好几个潮音 他又重新来到小木屋 马林端着奶来到祖国人面前 但是祖国人经历上次的事情 可能有阴影了 变形人想方设法地逃去祖国人的欢心 祖国人依旧梦梦不乐 变形人应声变成了祖国人的模样 但是衣服还是穿着马林的内衣 可惜啊 变形人在阅读理解这方面 真心不及格 根本无法get到祖国人的点 祖国人发起狠来 杀掉了变形人 选色再次登场 他让工作人员查屠夫最近的行踪 而屠夫此时正和马洛里在一起 女探长的死 他没能查出线索 马洛里给屠夫一个地址 让他和奶妈去调查一个活跃在上世纪70年代的二流潮音 子游女 为什么呢 马洛里说 女探长电脑里都是他的资料 两人应该是有联系的 屠夫正准备离开 马洛里又说 他找到了贝卡 并给了屠夫地址 屠夫马上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救贝卡 奶妈在一旁说 兄弟你长得蠢也就罢了 怎么会真的这么蠢 现在我们是通缉犯 想躲还来不及 你还要单枪匹马去闯敌营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屠夫说 我走了 你来挑大梁 去找自由女 马洛里会帮你和家人团聚 屠夫越过高枪 来到了贝卡家旁 总算见到了日四夜响的贝卡 男人找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忽诉忠常 原来贝卡还爱着屠夫 他说 上次屠夫之所以安然无恙 是因为他威胁了祖国人 如果屠夫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就会在儿子面前自杀 两人计划 明天早上11点 带着贝卡的儿子 通过垃圾车逃走 小别甚新婚 屠夫和贝卡交流完感情 贝卡谈到儿子 他以为屠夫应该能接受他 屠夫也说 逃出去后 他要好好弥补贝卡 过两人的小日子 但是第二天早上 贝卡就反悔了 他觉得屠夫不会真心 想带祖国人的儿子离开 屠夫一定会找个理由 不录痕迹地除掉他 这也不是贝卡单方面的问题 说到底 他了解屠夫寻心挑事的性格 以至于自己被强奸怀孕 都不敢去找屠夫 而是去找的沃特 说完贝卡让屠夫赶紧走 屠夫大无语 自己努力这么多集 想救老婆回家 没想到老婆放在首位的 居然是和祖国人生的儿子 而此时 玄色和工作人员 也通过电脑监控 发现了屠夫 镜头一转 修一和星光在公园碰面 星光这段时间冒着生命危险 曝光了和祭物 然而沃特公司依然屹立不倒 还没说完 修一接到奶妈电话 准备一起去找自由女 星光为了修一被扯进来 在公司被祖国人威胁 整天淡惊受怕 突然委屈地扑在了修一的怀里 试问 哪个男人能经受得住这个 说吧 修一就打算带着星光一起去 奶妈当然不同意 两个通缉犯和一个超音一起行动 这个组合堪称见光死 但修一却说 我们去找超音自由女 有星光在更安全呀 奶妈同意 星光上车 第二天 三人找到了地址上的地方 而开门的却是一个黑人女人 修一开门见山 挑明自由女的事情 女人以为他们是沃特的人 给他们吃了闭门羹 奶妈赶紧讲了自己 父亲和沃特斗争的故事 说完 女人就让他们进了屋 女人告诉他们 48年前 自由女屋里有的杀了她的哥哥 因为对方是超音 父母认为报警毫无意义 后来沃特公司的人 赔偿2000美金 让他们签了保密协议 修一提出疑问 自由女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会不会已经死了 说完 女人拿来一封印着风暴头像的报纸 说 这就是自由女 回去的路上 三人说 女人当时年龄尚小 加上出事当晚下着暴雨 会不会看走眼了 况且 如果是风暴的话 现在岂不是应该70岁了 不过星光觉得 注射和剧舞 会不会有可能让她 永保青春呢 毕竟隔壁宇宙有个寡节的嘛 星光感谢修一和奶妈带她出去散心 修一期待着跟星光的下一次见面 但是星光拒绝了 We can't do that 星光觉得 现在不能放松警惕 不能自认为安全而频繁见面 各自安好吧 说完 星光跟修一在大街上吻别 以上是黑袍纠察队 第二季前四集的内容 剧情还算紧凑精彩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个赞 超过一万赞 一周内更新后四集 大家觉得怎么样 超分享 超关注 超分享 超关注 超留言 超弹幕 超留言 超弹幕 超芳光 超ORE 裆滚 帅 剪 secondly 5